三立天職娇女演員 初香 余秉諺 李瑞生 及李亮景的老公张峰奇 是圈内的台八四帅好哥们 下戏后更不忘相约玩手游 在天堂2M里面煞血为盟 一起闯荡游戏世界 其实这款游戏的前身 在很久以前是一个历年来的大作 没有人不知道天堂这两个字 那我有玩过天堂2的朋友们 当然一定要来品尝一下天堂2M 那进来之后呢 也会发现它的还原度蛮大的 就会跟天堂2里面有一些 不管是怪物的名称啊地铁啊 设施其实都蛮有感觉的 那它的细致度呢要细细品味 你才能把它品味出天堂2M 它美的地方 曾拿过艾瑞卡01伺服器 第一名与第三名的楚祥跟余秉諺 不忘在四人所属的 武双聚酒屋写盟中 带着新手李瑞生与张峰奇 一同远真打怪解任务 就这个游戏是这样 不管是装备技术或技能 都有一定的机率或运气 才可以拿的 而且要跟大家分享 其实并不是说 我排名在很前面就很厉害 我们其实除了排名之外 还有一个叫做PVP榜 那个是杀人的 我是纯粹享受就是在 培养这支角色的成长 那你说它强不强力不厉害 对我来讲其实不重要 六月天堂2M大改版 开放欧瑞领地 并新增全新职业枪 台八四帅也抢当实况主 不但相约挑战新地图 更抢抽新职业笔手器 天堂2M的游戏里面呢 它是一个开放性的大地图 不管到哪里都是可以用走的 你光用走的 你就可以把所有地图走完 但是太大了 它叫雅丁大陆 可以让你好好享受 在这雅丁大陆里面 每一块的景色啊 游戏它的成分 它的整个细致度 到底有多细致 所以要参与过 玩过线上游戏的朋友们 为什么说天堂2M 是大作的原因是因为 现在可以做这种 开放性大地图的游戏 除了天堂2M之外 没有了 没有了 完全没有 第一次开直播的张峰奇 更为欧瑞地图写歌 作为直播片尾曲 可是怎么inting的 就好像说大家拜拜 有点干啦 然后我就想说不然 现在离等一下直播 大概还有五个小时的时间 好 赶快来弄一首歌 弄一首demo 对于7月11日 即将启动的工程站 台八四帅也充满期待 不但大方传授秘迹 更与玩家向约工程站直播 让粉丝们能够一睹 台八四帅奋勇杀敌的音资 工程站其实我们都还满期待的 因为那个是所有的玩家 比如说我们的血蒙 所有的人 跟我们的同盟的联盟 可以一起去攻占一座城 那攻下来之后呢 就会有很好的奖励 可以给所有的盟友 请各位玩家们 努力把自己的机体给提高 记得游戏里面 伤害绝对不是最重要的 命中才是最重要的 好不好 还有活下来更重要 我们四个人都会好好介绍 大家记得 比喻 秉宴 张峰奇 楚翔 还有李瑞森 我们先回来 回合一下 然后再次占一座 roux 回来 谢谢大家 我们不理会 这又会